印度外交部长库尔西德前往中国商讨修补因最近边界纠纷导致的紧张关系 库尔西德星期四将在围棋两天的访问当中 在北京会晤中国外长杨洁篪和其他官员 中印关系长期紧张上个月爆发 新德里指责中国军人在划分两国的一个非正式边界的印度一侧搭建帐篷 但中国否认入侵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宁说 通过谈判争议已经得到妥善解决 他说北京期望维护中印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 这个星期早些时候有报道说 中印两国军队各自后撤他们的军队至一个未明确的地点 从而结束了在东拉达克地区的对峙